龙婆三怀,福利2464年1月18日,出生于泰国大城府,父亲是一位村长,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人,也常喝酒,一旦醉了就会吃玻璃,甚至还有吹火灯法术表演给村子里的人看,这些印象在师父的心底深植,师父对这些还蛮有兴趣的,但是还想所以没办法学。 之后父亲过世,师父就开始去各地居住,到最后师父就到瓦比达兰寺庙,佛利2481年时国小毕业,学校就是在本寺的学校,所以就在本寺当小和尚,有瓦车连寺的龙普斋师父收桃为徒,当时的龙普斋在当地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师父,龙婆小怀师父在本寺当小和尚四年,于佛利2484年7月4日正式出家, 有瓦帮长代四的龙普亚剔度,师父先从经文巴利文学起,及产作,以及法术等等,因师父从小就很有兴趣了,所以师父开始找对法术厉害的高僧拜师,有些法术甚至对生命有危险,师父也都不怕,坚持到学会为止,龙婆散怀高僧曾经跟很多有名的高僧学习,据其中几位他曾经是这几位师父的徒弟,龙婆喷,龙婆欠,龙婆翁,龙婆梗,龙婆梗, 以上的师父都有教龙婆撒怀都造佛牌的技术,加持牌的方法,所以师父都造的佛牌非常受欢迎,泰国佛牌界,还流传着这位高僧亲至佛牌的声望,可以算是一位名声牌在很前面的论法术的高僧,龙婆撒怀高僧在当时,可谓是赫赫有名,当地无人不想,他也非常正直, 将老色瓦比达兰修建成大寺庙一般的寺院,整体修建是他的一个很大理想,都造佛牌木块也是为了寺庙极僧众,在佛历2544年,终于将整间寺庙修建成了照片里的宏伟模样,百姓们也都非常欢喜,但同年,龙婆三怀高僧也在11月11日元祭,享年80岁,他的精神也供奉于四中,点个关注,带您了解泰国南传佛教。